哇 大家好爱吃灯笼鱼 这天真好还是红烧好呢 待会儿我就把你给清真了 我们下半生幸福可全靠它了 我们要打败冰绳子那么通关 而这个灯笼鱼是我们唯一有的东西了 原来是这样 那这只灯笼鱼到底咋用呢 在时没看出来 就是长得特别丑 对对对 就你们好看 你们通关不了 再好看也没用 哎呀 这小小灯笼鱼那么嚣张 看我不给你来上一巴掌 大家很敬意 这是我们的希望 哎呀 表姐快看 它跳了个灯笼 哟 它们还有点用嘛 那就留你一条愚命吧 你们简直吸气探设 小姐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灯笼搭过去了 去去冰雪我们肯定勾手就能KO的 你说的对象表妹 我们现在就摸多点灯笼搭过去吧 啊 终于搭过来了 臭冰雪说死他 这一般上打到我上班的我呀 他这冰雪这么强的吗 都怪这个臭灯笼鱼 一点用没有 可我打死你 你就是拉不出宝宝 怪地把硬了 冷静啊 表姐 他是我们唯一的物费呀 可恶 表姐打死了他 我们还怎么通关啊 我也很绝望啊 可这灯笼鱼实在太气人了 这是欺杀王爷 不打 哎 表姐 刚刚这是什么 咦 表妹你哪来的道具呀 从你身上来的呀 我明白了 你继承了灯笼鱼的属性 打你就会掉了道具 这都给你懂咯 我可是懂王之王小表妹 那你来吧 不要因为我是你表姐而守下留情 放心吧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我打好打 辛苦您的东西 现在来到这完全够用了 就要你这个电路带来出现警吗 交给我吧 保证搞定 好了 不仅有投掷装置 还有防止意外发生的弹簧装置 还有机械臂装饰 这里想要就算是孙悟空来了 都得表演采钢酸 厉害 表姐 那我来勾引冰雄过来吧 好冰雄 你怎么还穿个背带裤呢 快过来 这里有好宝贝 来来来啊 起飞吧冰 冰雄 过去 冰雄怎么把装置都踩碎了 敢骗我 给我下时空吧你 啊 连陷阱都迈合不了冰雄啊 这下又没办法了 没办法 没办法 这些躺平吧 我小鱼儿连翻身都不行了 小鱼儿 哎 姐妹 我有办法了 你快打死我 啊 这么多年 我第一季冰雄有这么的要求 抗死你 成功狗蛋 我再打一下小妹 果然是鱼儿 姐妹妹 灯火鱼的属性转移到你身上了 你是小鱼儿 所以打米会钓鱼 冰雄又喜欢吃鱼 到时候你就勾引冰雄 然后我们 那好吧 宝姐 不要因为我是 啊 不是 我爸还没用完呢 那就够了嘛 我脸都大点啊 这么多鱼肯定够了 然后再用灯笼做一个小限制 OK 搞定啦 小妹妹 现在就是你表演的时间了 啊 怎么又是我啊 你不能去吗 这是你的鱼儿 当然是要你拿着才管用 你就牺牲一下嘛 好吧 你可别叫鱼子 好 冰雄乖冰雄 我吃了鱼鱼水 扣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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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 嘿嘿 冰雄入梦了 然后挖掉他脚下的方块 就下去吧 啊 到底怎么把我的方块也挖了 嘿嘿 那个 手滑手滑 总结果成功通胎啦